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不良人 其实就类似于捕快 本意是捉拿不良之人 周景明原本不会走上不良人的道路 他父母在洛阳经营着一家面食店 面食是个饭称 有蒸饼 龙饼 汤饼等等 蒸饼就是馒头 龙饼则类似于包子 汤饼是面片汤 面条之类的 周家主要经营龙饼 虽然是小本生意 可要知道这是在神都洛阳 周家能在此处立足并且开有店铺 足见周父有一定本领 时值午后当国 这个心比天高的女人 想做出一个大智之事给后人看 不惜自己生造出一个赵字来取名 以表示自己日月当空 此时的洛阳寸土寸金 周家虽只是经营龙饼店 生活条件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周景明生在如此家中 以后似乎也要走上终饼掌柜这条路 可天有不测风云 他出生几年 前面三个姐姐相继夭着 周家只剩下他一个独苗 伤心欲绝的父母 以为家中祸事就此过去 不料自己竟又染完疾 缠绵病态两载后撒手而去 母亲实在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就此病倒 可怜周景明本生在无忧之家 短短数年 家中生出如此巨变 父亲去了 母亲重病 年仅十二岁的他 当然无法撑起龙饼店 就此关门 周景明虽然年少 却最实孝顺 不惜当尽一切 只想治好母亲顽疾 奈何妇人之急在心中 终是没能好起来 在周景明十四岁时也抱汉离世 此时的周景明已经一无所有 为了母亲 家中店铺也以极低的价格爬了出去 如今竟是没有落脚之地 只能每日里沿街乞讨 苦熬时光 十五岁时的一个凌晨 他冻得早早醒来 在一排低矮房子前徘徊时 发现有人醉倒在雪中 昏迷不醒 他用瘦弱的身体背起此人 奔波了半个洛阳城 终于叫开了一个郎中的门 使此人得到救治 此人名唤郑四郎 是个不良人 深夜饮酒过量而倒地 如果不是周景明出手相助 他定会被冻死 郑四郎心中感激 询问之下 发现周景明就是洛阳城中流传的 那个花茎家中所有为母治病之人 便起了侧眼之心 想收留他 周景明如今一无所有 每天乞讨度日 郑四郎想收留 他当然求之不得 如此 他便干了郑四郎 郑四郎收他为徒 苦教几年 有权脚有道理 时机成熟后拉他成为不良人 洋人成为师徒时的搭档 郑四郎主要在承袭活动 各商家小贩都认识他 他办起事来不含糊 同时也喜欢饮酒 商家小贩们为了使他更上心 会主动送些钱 他来者不拒 周景明对此不以为然 他觉得人得堂堂正正 所谓拿人家手短 既然收了人家东西 有什么事实 就难免会讲情面 这与心有愧 师徒二人在承袭显明 已经二十岁的周景明 生得体型魁梧 一身正气 举手投足间 自有一种不俗气概 郑四郎喜欢附庸风雅 不主要靠拳脚拿人 没事实还是不时拿着书看 想显示自己如的一面 二人一文一武 相互配合 虽没有捉到过什么江阳大盗 却也将承袭他们的地盘 护得平平安安 这一天 周景明刚刚起床 发现郑四郎已经买了两碗酸辣面片汤 时值隆冬 面片汤冒着热气 看的人直冒蝉虫 偏偏郑四郎望着外面大雪 不着急吃 备手在门边站立 想要憋出点文章 奈何肚中无财 憋了半天只憋出个雪字 周景明等得不耐 他等下还要出去 离他们所住三条街 有个姓袁的婆子 年迈腿脚不变 师徒二人一直照顾 昨晚下了大雪 周景明担心袁婆子家中活 有没有生起 会受动 可看师父在门边副手而立 不闻而要装闻 憋得满脸通红 他眼珠一转 伸手拨开师父 将屋中黑狗放出 黑狗在屋里憋了一晚上 此时见雪 兴奋异常 在雪地中乱跑狂吠 将所有雪尽数破坏 院里眨眼间就一片狼藉 哪里还有半分美感 郑四郎气得直拍膝盖时 周景明已经将面片汤递给他 自己端起另外一碗 蹲在雪中呼噜呼噜喝了个景光 一抹嘴说句要去原婆子家便走了 郑四郎端着碗 看着院中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雪 心疼得直喊 坟勤主贺 大沙风景 真真是岂有此理 话虽这样说 他不忍心训斥周景明 更不忍心训斥 此时正瞪着双眼看他的黑狗 周景明十五岁时跟了他 如今已有五年 说起来 周景明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他当时收留周景明 一方面出于感激 另一方面是觉得周景明既然能花尽家才救治母亲 必是个不错的人 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 周五年时间 他们名为师徒 实则如父子 周景明为人正直善良 唯有一点 这孩子脾气暴躁 陆遇不平 并会出手 就算跟别的不良人之间 也闹过诸多矛盾 这让郑四郎担心 一旦自己不在了 他这种脾气是要吃亏的 他疼都疼不过来 加上也明白周景明破坏雪景 是为了让自己尽快吃饭 如何忍心去训斥 至于这条黑狗 乃是他从小养大 最终忍性 帮他捉过一些贼 平日里跟个人差不多 是他和周景明最重要的伙伴 当然也不会训斥 周景明一路赶到原婆子家 帮其生活 又匹了一阵柴 整其马好后 跟原婆子说了一阵话 正于离开 原婆子拉住了他 景明且慢 我来问你 你今年多大 周景明一阵头疼 原婆子问这些话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催他娶妻 按照原婆子所想 似周景明这样的小伙子 应该说娶妻便能娶 周景明一拍眉头 假装想起什么撒腿就走 边走边喊道 两天后我再来劈柴 洛阳城中大事不多 毕竟是守善之躯 周景明边走边跟着人们打招呼 还时不时停下 跟人闲谈 生活如何 家中怎样 耽误了不少时间 带到回到住处一条街 远远看到门前有不少人 师父两手不时摆动一下 似乎有无尽愤怒 周景明并没有在意 可当再走几步 发现黑狗竟躺在一边雪中 而郑四郎对面所站之人他认识 叫马小蚁 前夕日子 周景明一个人外出 见马小蚁在城西和城南边处 拦这个富人不让人家走 还封言封语调戏 周景明本来跟他井水不放河水 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南 相安无事 如今见他拦着人家富人出言调戏 身为不良人 岂能如此 便出言相劝 谁知这马小蚁破口大骂 两人闹僵起来 马小蚁被统领四成的不良率责罚 因此怀恨在心 此时 马小蚁已经抓住了郑四郎的衣襟 看样子还想动手 周景明心中的火气马上升腾 只见他脚踩在雪地上开始加快 几步后已经在飞奔 眨眼间功夫到了郑四郎和马小蚁身边 一把打掉马小蚁握着衣襟的手 就是把他推开 马小蚁今天的确是来找麻烦的 他被周景明破坏了好事 而且还闹到了不良率面前 这让他恼羞成怒 原本今天准备教训一下周景明 不料周景明不在 就想要先教训郑四郎 歪头看周景明 嘴角向上扯 露出了冷笑 你惹事实没想到我会找来吧 我 周景明哪里会跟他说那么多废话 伸手抓住他胳膊 转身弯腰 将马小蚁从后背上远远抛出 猝不及防的马小蚁在雪地中滑出老远 气急败坏的马小蚁就地抽出了撬中横刀 这是一种不良人广泛使用的刀 周景明同样也佩戴 见马小蚁抽出横刀 周景明握刀在手 对着马小蚁当头披下 两刀相撞 一阵让人牙酸的铁碰铁声音响起 马小蚁万万没料到周景明立即会这样的 周景明将横刀高高举起 对着马小蚁的脑袋砍了下去 坐在雪中的马小蚁赶紧横刀相组 周景明收刀再砍 他站立在地上 对着马小蚁连砍七刀 受力之下的马小蚁被砍得手臂酸疼 刀也从手中跌落 周景明两眼连眨也不眨一下 仍然高举横刀 对着马小蚁的脑袋劈砍而下 马小蚁虽然成为不良人 性子上颇为无赖 认为自己是最横的人 可眼前的周景明让他害怕 自己手无寸铁 他只指砍下 竟然连眼睛也不眨 此番如被砍中 会直接开瓢 一向以强硬示人的马小蚁双腿一热 已经被吓尿 景明冷静 郑四郎赶紧出眼阻拦 周景明的刀刃已经到了马小蚁的头发间 收刀 郑四郎大赫 周景明这才不情不愿收起刀来 看着地上变得焦黄的血 对马小蚁比喻一笑 似你这种欺软怕硬之人 竟还赶来找我麻烦 混 马小蚁不服啊 可是此时断然不敢强硬 赶紧手脚并用爬了起来 头也不回向南而去 周景明收刀去看黑狗 原来是被马小蚁投了拆药食物 此时已经醒来 只是全身发软 郑四郎阴沉着脸 回去教训周景明 岂有此理 我如不喊 你竟还想着砍下去 如此冲动怎么能行 周景明黑黑一笑 也不反驳 郑四郎却喋喋不休 说马小蚁是个小人 宁惹君子不惹小人 周景明知道师父是担心自己安全 不过他不怕马小蚁 这种人看着横 却最是胆小 让他不敢再来 不良人属于小力 平时并不用做班 有事实会被安排 相对来说较为自由 郑四郎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饮酒上 周景明对此美美大怒 郑四郎恕酒如命 眉眼避醉 最后不论何时何地 二话不说倒下就睡 周景明担心他会在饮醉时冻死 教训完马小蚁仅仅三天 天上刮着北风 风吹在脸上如刀子一样 周景明坐在炕上 见郑四郎久久不归 心里越来越生气 同时也越来越担心 郑四郎天不黑时就已经出去 此时却已经接近三更 他是还在饮酒 还是饮醉后又睡在了外面 这种天气 如果睡在外面一夜 到明天就会成为冰棍 越想越是担心的周景明不敢睡觉 带着愤怒下抗去寻找郑四郎 他连着去了郑四郎平日里喜欢饮酒的几个地方 据人们所说 他的确饮了酒 但却在一个时辰前已经回转 周景明更加担心 一个时辰早该回到家了 看来果然是睡在了某处 必须尽快找到 在外面胡乱寻找 不知不觉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也就是他以前的家 当年为了治母亲的病 将此店盘了出去 金手之人仍然经营龙饼 虽然心里着急 看到以前的家 他还是站住 在黑暗的角落里打量 当年家中巨变 六口人的家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 想着想着 眼中便有了泪 伤感了一阵 抹泪欲走时 突听一阵奇怪的响动 从前面墙头传出 他眯眼仔细看 发现墙头上露出了个脑袋 虽然地上有残血 但毕竟是在夜间 仅能看出个轮廓 无法分辨样子 有贼 他伸手驱摸身上的横刀 这才发现出来的急 并没有佩戴 郑宇悄悄潜过去 只待此贼跳下墙 便要活捉食 又听一边的黑暗中 有人在窃窃私语 哈哈 他果然上当了 等他跳下去 我们便动手 老马 他如果仍然不同意怎么办 只要落入我们手中 他便做不了主了 他要不同意 家中那个病歪歪的弟弟怎么办 哈哈 虽然是个寡妇 可却是个忘门寡 此女刚烈 却不知我最喜欢的就是刚烈之人 周景明听的皱眉 这洋洋得意说话之人声音熟悉 竟是马小矣 不用仔细想 仅凭他们交谈的内容 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周景明勃然大怒时 墙头上的人已经跳下 黑暗中有两人窜出 他伸手从一边的树枝上 折了一根洞的坚硬的冰铃 折成两段后 对窜出的两人扔了过去 冰铃正中两人后脑 一起发出惊叫 从墙上跳下之人撒腿就跑 等他们两个从地上爬起来 人已经引进了黑暗中 周景明也悄悄转身 从另一边快步而去 他对这里极为熟悉 毕竟小时候在这里生活了十来年 穿过两条巷子 就将一个慌忙奔跑之人伸手抓住 此人惊叫一声 转身就余再跑 却根本正不脱 这是个女子 虽然梳着妇人发病 但却非常年轻 此时衣服里鼓起多高 明显塞着东西 周景明冷冷说道 刚才就你这是我 但我也不会放了你 一个妇人 为何当了贼 这是偷了多少钱 妇人呼呼喘气 衣服里东西掉落出来 周景明低头一看 发现竟然不是钱 而是龙饼 他这时才发现 妇人似曾相识 没来得及说话 听到不远处 马小乙边骂边跑了过来 只能先将妇人 推进了黑暗的巷子中 好不容易骗他透了东西 要是抓不住 我们就白费尽了 马小乙气急败坏的声音 由远而尽 突然在周景明身边站住 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 片刻后对身边搭档挥手 两人再次跑远 周景明之所以再次对 妇人施以援手 是因为他发现 妇人所偷竟是龙饼 这叫贼吗 如果不是遇到了万难之事 一个妇人岂会潜入 别人家里偷龙饼 而且听马小乙所言 分明是他设了个套 让妇人向里钻 这妇人就是前些天 马小乙所拦之人 自己也是因此跟马小乙结仇 妇人似乎也认出了他 慢慢从巷子中走出 对着他抽气几声 拉着他就走 这倒让周景明不知所措 茫然跟着妇人 到了一所破败的屋子中 妇人将身上偷来的龙饼掏出 让地上躺着的一个小伙子吃 周景明打量四周 这屋子以前也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 如今已经废弃 四面漏风 八面透气 冷得直刺废管子 可小伙子竟什么也不扑 躺在地上 看着像是得了病 柳如儿谢过恩公两次相救 妇人对他失礼 此景此情 他怎么能再去捉妇人 叹了口气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柳如儿低头抽气着说出原有 小伙子是他弟弟刘宝成 姐弟二人苦命 七年前丧了父亲 惊人撮合 给柳如儿说了一户人家 不料对方有急 娶她是为了冲喜 那人没能撑到完婚便去世 柳如儿成为了望门寡妇 去年母亲突然去世 身为姐姐的她 只能带着柳宝成 靠给人做针线补贴生活 马小语对她纠缠已达两年之久 她死不答应 这惹恼了马小语 她频繁奔走于那些 雇佣柳如儿的人家 使人家不用她 想用此来让柳如儿屈服 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 姐弟俩生活陷入绝境 弟弟饿出了毛病 今天白天 以前共同干活的婆子告诉她 龙饼店中有卖剩下的龙饼 可怜柳如儿如此刚烈之人 为了让弟弟吃上东西 静夜前龙饼店 偷了龙饼出来 周景明听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马小语身为一个男人 身为一个不良人 竟如此用尽心机 逼迫一个苦命的女人 她用计骗柳如儿去偷 然后在外面等着抓现行 以此来逼柳如儿答应 真是岂有此理 周景明气得团团转 在看刘宝成身体虚弱 当下就做出了决定 让柳如儿姐弟两个跟自己走 看她马小语还敢不敢再来找麻烦 柳如儿两次被她帮助 当然知道她不是坏人 思来想去 也实在是走投无路 便点头答应下来 周景明俯身背起刘宝成 柳如儿在后面紧跟着 出得破误 她却想到自己和师父都是男人 人家柳如儿一个寡妇 如果自己带她进家 别人肯定要说她闲话 这可怎么办呢 想了一圈 把柳如儿姐弟两个带到了原婆子家 原婆子已经年迈 虽然穷困 却为人善良 闻听柳如儿的情况 老人连连落泪 让他们姐弟两个就在自己家住下 等柳宝成好起来后再做打算 周景明将柳如儿姐弟暂时安置 她还得赶紧走 出来试找师父呢 不料回转家中 发现郑四郎在屋中呼呼大睡 她不由得苦笑 醉酒后也不知道在何处转了一圈 倒是自己白担心了 柳如儿姐弟两个如此苦命 自己无论如何要帮他们一下 否则会良心不安 想着这些事情 一直到天亮时才迷糊着睡着 可此时郑四郎醒来 伸手拍她 让她老实交代昨晚干什么去了 苦笑将昨晚之事说了后 郑四郎摇晃着头痛欲裂的脑袋 陷入了沉思 周景明着急去原婆子家 一来看看刘宝成怎么样了 如果只是饿出毛病 那么养一段时间就能好起来 如果是有病则需要请郎中 然后就是自己将柳家姐弟 安排在了原婆子家 得送去一些钱 见她要走 郑四郎伸手拉住 让她不要慌 容自己想想 想了半天 看周景明越来越不耐烦 郑四郎猛拍手说道 马小乙卑鄙小人 他既然夜间碰到了你 一定会怀疑是你救了柳如儿 这种人是狗皮膏药 会一直惦记着害人 你能救他们一次 还能一直守着吗 周景明知道师父说的有道理 可现在怎么办 郑四郎好像在自言自语 要一次解决掉马小乙 使他永远再不敢 也不能去纠缠柳家姐弟 这样 你今晚不要睡觉 嚷黑狗 他的声音渐渐小了起来 变成和周景明而语 片刻后 周景明伸出大拇指点头 并且出门而去 见他出门 郑四郎也马上出门去了城南 找到马小乙后要人 马小乙勃然大怒 郑四郎说周景明 昨晚带着一个妇人和一个小伙子进家 早上时说要来找马小乙 自己时时怕他来找马小乙的麻烦 所以才来寻找 难道没来 见马小乙沉思 郑四郎转身就走 边走还小声自语 那定是去原婆子家安置了 这个土地可真不让人省心 马小乙眼珠乱转 看郑四郎走远 他也出了门 找到自己搭档张友德 直奔原婆子家方向 到了原婆子家不远处 两人躲在对面窥视 原婆子家本就贫穷 一共两间屋子 院墙试棍子扎成 以往就能看到里面 两人看到周景明和柳如儿 不时在门口出现 马小乙看得眼中喷火 嘴里小声咒骂 张友德却说道 这周景明为人蛮横 要不然我们就放弃吧 马小乙听后冷笑 张友德 你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 你去别处有办法落脚吗 作恶那么多 如果不是我收留你 让你改名换姓 你早被捉了 如今我们已经让柳如儿的母亲死去 大事将成 你岂能放弃 张友德眼中的狠辣一闪而过 崇重点头 两人又商量一阵 蹲下耐心等天黑 天杂黑时 周景明从原婆子家出来 张友德在后面悄悄跟了上去 马小乙则仍然等在原地 周景明似乎满腹心事 只顾低头走路 却不料后脑被人猛击向前栽倒 后面的张友德赶紧上前扶住 拖着他就走 天已经黑了 加上天气寒冷 路上根本没人看到 拖着周景明回到原婆子家门口 伙同马小乙将周景明双手向后拧绑了起来 待到了一更天左右 两人已经等不及了 一边一人 架着周景明进入原婆子家 屋里黑乎乎的 两人大摇大摆 毫不顾忌点着灯 望着炕上的三个人痒痒得意 不是他们大胆 是是他们认为这三个人 如今已经毫无所亢之力 一个柳如儿 一个饿得半死的刘宝成 还有一个年迈的原婆子 他们怕什么 马小乙对着柳如儿黑黑笑 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柳如儿 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妄图逃过我的手掌心 你逃得过吗 以为周景明会是你的靠山 看看他的样子 哈哈 我费尽心机 连你母亲都让其死去 岂能白白落空 柳如儿听的脸色苍白 怪不得自己母亲会突然而去 原来竟是此人所为 看他的表情 马小乙更加得意 地上的周景明此时也醒了过来 对着马小乙破口大骂 马小乙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光说道 周景明你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吗 这个饿得半死的刘宝成和原婆子 会被你赐死 而你也会被愤怒的刘宝成杀掉 至于我则会将柳如儿带走 从此以后 他只能见到我一个人 永远再不会见到别人 哈哈哈哈 洋洋得意的马小乙突然看到里间出来两个人 一个是面带冷笑的郑四郎 另一个却是主管他们不良人的不良帅 他的笑凝固在了脸上时 地上被捆绑的周景明突然跃起 捆绑他的绳子早被他藏在袖中的匕首割开 马小乙一脚将张友德踢向周景明 自己后退至门边 夺路而逃 张友德被周景明一拳打在脑袋上晕死过去 讨治院中的马小乙和郑四郎 放在外面的黑狗迎面遭遇 黑狗将惊慌失措地他扑倒 大嘴咬着半边脸 使他不敢动弹 马小乙和张友德束手就擒 由于他得意识说出的话 禁鼠被郑四郎请来的不良帅听到 算得上是不打自招 张友德乃是个流窜的大盗 流窜到此 结识马小乙 结成团伙 共同作恶 两人合伙害了柳如儿的母亲 还妄想得到柳如儿 此番不打自招 这个跟头栽的再翻不起身来 周景明此时方知自己要跟郑四郎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有很多事 一味又满力根本不行 而一直操心周景明婚事的原婆子找到了机会 数次劝说柳如儿 终于使他点头同意 周景明和柳如儿大婚得逞 共同组成了一个家 周景明仍然做着自己不良人 数年后 郑四郎年迈而退 七弟刘宝成成为了他的新搭档 二人夫妻恩爱 对郑四郎和原婆子仰往送终 在神都城西传为佳话 周景明是个暴脾气的人 眼里不揉沙子 因此得罪了马小乙 幸好有师父在旁帮助 使马小乙自暴其恶 他也明白了用智和用力的区别 周景明是个运气好的二杆子吗 当然不是的 大凡眼里不揉沙子之人 都正直善良 如果不是两次正直帮类柳如儿 怎么会有后面的好运呢 如果不是他不为马小乙这样的恶品 根本不会有后面的原婆子撮合 他是几岁家中人进阶离世 跟同样苦命的柳如儿成就姻缘 似乎是运气使然 但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是 这些好运是他付出后方才得到的 如果没有前面的付出 则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 付出是因 得到是果 只可惜 有些人看不到别人付出 只觉得别人得到是不应该的 无话可说时 就会说时不过交了好运 其实 这时颠倒了因果 导致了是非 您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